Hi everyone,我是Kinnege 歡迎收聽尬聊音樂 awhile,好久不見了各位 今天我們就 闲聊部分先不要多说好了 我们今天马上进入到 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呢 来自肖静腾的 不完美的我 那这首歌呢 是电影跟你老婆去旅行的 电影主题曲 我其实还蛮惊讶 肖静腾居然又出了一个新单曲 我一直以为在那个 萨哈星球 还有他跟老高合唱的 星期三之后 应该再见面就是 全新的专辑了 但我想也是因为 电影档期的关系 就是主题曲 势必要先跟大家见面嘛 那今年的 在小年夜的部分 其实2月10号 在国片方面 真的是相当精彩 就除了上一集 我有提到爱意良主演的 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之外呢 就是这首主题曲的电影 跟你老婆去旅行 我看完了预告 还有那个简介之后 应该又会是一部 会让人又哭又笑的爱情喜剧 那主要演员呢 由张书豪 凤小月 还有陈妍希主演 他们之间的感情故事 我觉得还蛮酷的啦 就是说 凤小月在大学时期 帮死党张书豪 追到了陈妍希 但是随后凤小月就消失不见了 然后毕业之后呢 张书豪跟陈妍希就结婚啦 创业啊 然而他们却面临公司倒闭的危机 结果在这个时候 凤小月却回来了 开口就跟他说 我可以帮助你的公司 度过这个危机 条件是 我要和 已经是你老婆 就是已经是张书豪老婆的陈妍希 去旅行 两个人单独去旅行 这样 是还蛮可爱的剧情啦 那电影主要就是在演 这趟旅行中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而他们三个人之间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感情故事 那 就是要让观众们好好去挖掘跟欣赏 这样 那 基本上这个事情绝对 对我来讲就不可能会发生了 你敢去我就离婚 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也就算了啦 朋友也不用当了 就是很一翻两瞪眼的决定 那这首歌不完美的我 我其实在听的当下 有让我想到 肖静腾在 2014年吧 我记得好像是2014年 为电影到不了的地方 所演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 就是到不了的地方 我觉得曲风有点像啦 所以 我又把到不了的地方 这首歌拿回来听 还是很好听 那这首歌呢 我觉得也不用真的很 很怎么讲 就是 大家其实不用很 仔细或是倾心的去听 他其实就 已经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 他想要呈现的氛围啊 就是比较痛彻心扉 然后比较撕心裂肺一点的 就算是人生不完美 或是我这个人不完美 那却也都因为有爱 或是有我爱的人 可以来补足生命中这些 残缺 这些缺憾的部分 那在曲风的方面呢 他一开始是以弦乐开头做铺陈 然后主歌是趁着钢琴的声音进来的 然后到第一遍副歌结束 其实情绪就已经很浓了 但我觉得这样子的曲风 他怎么讲 比较像是一个套路啦 就是如果你是很喜欢听情歌的人 基本上你歌曲进行到可能主歌 或是第一遍副歌结束的时候 你就已经猜得到第二遍主歌进来 就会有像是鼓啊这样子 就是因为那个情感的堆叠会更加重嘛 然后就是一路打 然后弦乐再加重 然后再来一段小段的电吉他的bridge 最后噸噸噸噸噸 高槽 然后结束这样子 基本上这样子的情歌的 应该说 insbesondere这样子的 流行情歌的整个歌曲的架构 基本上就是长这样 还是很爽啦 就是你必须得要这样讲 听起来还是很爽的 这首歌除了会让人 感觉很澎湃的编曲之外 我觉得肖静腾很加分的地方是在 他很常在正式发行的版本中的演绎 就是歌唱的方法 歌唱的方式 就已经很像是演唱会的版本了 我觉得也是他的特色 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 在这首歌第一遍副歌的 第二次的那个深爱过 那个过这个字 其实他的发音没有到很标准 但是你说会不好听呢 不会 因为这样子的表现方在这首歌是蛮合理的 就是他应该就是要长着 长这样子 然后有点崩溃边缘 有点歇斯底里的感觉 但这样子的演唱方式 比较不容易在正式的版本中呈现了 那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歌手 应该是陈奕迅 他的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 他的心得距离这首歌的CD版本 就真的已经很歇斯底里了 所以他之后的live的表演啊 基本上每次到了那个很崩溃的片段的时候 都跟CD唱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每首歌都有自己的魅力跟特色所在啦 那当然演唱的人也要有一定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好不好 所以分享这首歌不完美的我 给大家好好的来欣赏一下来自肖敬腾为电影跟你老婆去旅行 所演唱的主题曲 那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在小年夜或是过年期间 去看看这个第二部在小年夜上映的电影跟你老婆去旅行 还有上一次讲到的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 我觉得都还蛮值得大家去电影院好好欣赏一下 尤其是这一部啦 跟你老婆去旅行真的是感觉会蛮好笑的 尤其张书娃在里面又扮女装 对不对 是很特别 然后感觉是可以很放松 但是我觉得最后应该是也会蛮赚人热泪的 对 因为他还有讲到如果当初什么什么 把他让给你会不会现在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或是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发展了 所以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 当然啦 如果疫情到那个时候 很严重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家里可能串流平台上面找个 对啊 现在串流平台这么多 有Netflix 然后有 还有什么Apple Plus 然后还有Disney Plus 还有HBO Catchplay 就是一堆一堆这种可以看电影看影集的串流平台 所以可能也是这个大疫情时代 我觉得是 我们的一个小福利吧 就是我们 基本上都在家嘛 都泡在家里面 但是该有的这些应该不是说该有的 就是可以享受的这些娱乐 居然在这个时候还有办法可以享受得到 以前哪有办法 以前这些串流平台没有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是看电视啊 转地私台啊 对不对 然后还会遇到广告啊 但现在你付费了之后就不会了 所以如果疫情没有很严重 我是蛮推荐大家 真的可以去电影院好好支持这些国片 好不好 所以这首歌 第一首歌 介绍给大家来自肖敬腾 为电影跟你老婆去旅行 所演唱的主题曲 不完美的我 还蛮好听的 一首歌 那第二首歌呢 来到的是后站人的下个早安 其实后站人是一个新人乐团啊 他们来自桃园在桃园发迹的 成立于2016年 那所谓的后站 当然就是指桃园火车站的后站啦 其中的团员呢 由六位大男孩所组成 我会说六位大男孩 是因为他们现在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们应该都还在在学阶段当中 那六位团员有主唱大嘴 贝斯手邱阳 那两位吉他手龙帽跟小秋 还有keyboard手塔 琛跟鼓手阿潘 那他们在2016年成军以来啊 参与其实蛮多大大小小的比赛 那我自己看了资料 比较具代表性的应该是 2017年跟2019年 桃园的铁玫瑰音乐节 还有去年2020年 政大竞弦奖 他们都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 那他们的乐团的曲风 音乐曲风呢 比较是以R&B为底 然后再去跟像是disco啊 funk这些其他的元素去做结合的音乐曲风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接声 就这个接声 算是很多网路歌手发跡的一个地方 一个平台去听听看他们其他的作品 叫做后站人 只是今天要介绍这首歌呢 是他们第一首上线到各大平台的歌曲 算是他们在各大平台出道的歌曲啦 就第一首正式发行的歌 这首歌叫做下个早安 主要是在描述远距离恋爱的情侣们 最向往也是最渴望的就是能在每个早晨醒来 能够亲口跟身边的女朋友啊 或是男朋友说声早安 我觉得算是一个很日常的生活 但是对这些远距离的恋人们来说 还蛮奢侈的愿望 所以其实我听完这首歌 歌词里面有几句我还蛮喜欢的 像是填不满的空白 只能勉强用话题塞满 隔层荧幕传递温热 盼着却碰不得 其实大家如果有过远距离恋爱的经验的话 应该都蛮能体会这种心情的啦 就是你一整天跟另外一半的互动 差不多我想一下 差不多就像 你看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传讯息 跟对方说早安 那有些人比较甜蜜一点 就会打电话叫对方起床 然后再来就是吃早餐啦 然后传个早餐的照片啊 出门上班上课的时候 也会报备一下这样子 我觉得对远距离的情侣们来说 照片是一个很棒 然后也很很好用的工具啦 就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就随手拍一下 都可以跟彼此做分享 那当然忙碌之余 讲讲可能一分钟两分钟的电话 其实也会让对方蛮开心的 就是说对远距离的情侣们 很多小事情都会让彼此感动 像是不经意的让对方知道 其实你很在乎他 想他 或是定期安排一些小旅行 可能两天一夜 那在这之前 就是在行程之前 你们就一定会有共同的话题 因为你们可以讨论 要去哪些景点 要吃什么 要逛什么等等的 所以相较每天都能见到 见得到面的情侣来说 我觉得远距离 认真来讲是真的很辛苦 比较辛苦啦 尤其有时候情绪很低落的时候 却没有另外一半在身边 其实会觉得蛮孤单的吧 就是那种感觉怎么讲 也不是说没有朋友可以找 他那种感觉就是 希望另一半现在就在身边的这种孤单感 所以远距离恋爱的人 是没有办法享受这种权利的 就是希望你的另外一半 随时随地 或是今天晚上就可以回到家 这种感觉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自己听完这首歌 我觉得这首歌写的真的蛮好的 像是他中间有唱到说 在凌晨的噩梦中惊醒来 怎么最需要的时刻 怎么你还是不在 真没有办法 他也在遥远的那边睡觉 所以这种时刻我们还是 必须得要独自面对 就是很长 我觉得很长时候就会问 苍天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但这也是你自己选的好不好 开始嘲笑 我自己也是经历过远距离 半年才见一次面 可不可怜 然后就分手了 受不了啦 真的太远了 真的太远了 半年才见一次面 你们可以吗 尤其像现在完全不能出谷 你知道那个跨国恋情的更惨 一年见一次 怎么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对啦 反正我们就讲回来这首歌 就是老实说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除了刚刚想到那些 就是以前有过远距离的经验 然后很贴切 然后觉得 嗯 没错 就这样子 好听 这样 那其实 除了这些之外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还有想到当年 陶正的那首 飞机场的十点半 我觉得这首歌算是 华语乐团 注入R&B元素的一个大起源 所以在当时 其实这首歌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吓到很多人 就想说 哇塞 中文歌怎么可以这样唱 中文歌 还可以这么唱哦 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在当时啦 那下个早安 有些桥段 就有些片段 就有 那时候飞机场十点半的 这样子的 一些元素跟影子在里面 真的很好听 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但同时它 又具备有摇滚 又有很灵魂的表现在里面 所以当然 我觉得又不是 乐团本身 演奏上的扎实感啦 就是面面俱到 什么都有了 所以 你在听的时候 你可以听得到他们 从吉他 keyboard bass 然后 鼓上面的编曲都 非常的有层次感 我觉得这也是 老生常谈的啦 就是 如果你们很常听我的 节目的话 就是让乐坛 你知道 乐团啦 就是每个乐团都有 每个乐团的团员 都有自己专精的乐器嘛 所以 一首歌里面 在哪些部分 要让什么乐器 极大化 或是要让这些乐器 呈现什么样子的效果 我觉得这就是乐团 很吃香的地方 所以你看 很多人为什么 歌迷这么喜欢 乐团的 怎么讲 很多人 为什么 专门 喜欢乐团 就是因为 这些乐团的歌 基本上 表现都很满 它会让你的情绪 一直都在很 很 顶点的位置 下不来 这样子 就是这个片段 好像比较缓和了 但 砰 马上 另一个乐器 就会 又把你带上去了 很好听 很好听 我觉得 后站是蛮值得期待的 新人乐团 然后 在这个 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这首歌 其实我也很喜欢 发掘 或者是看 去听很多新的歌手 然后听 新的乐团的 歌曲的表现 你知道现在 曲风这么多 你要在整个 华语乐团上面 出风头 或者是有那么一点特色 让人家记住 让人家喜欢 其实蛮不容易的 因为 什么曲风都有嘛 然后 每个曲风都有 那个曲风的佼佼者 站在那边 坐在那里 那你新的人 要去 去挑战 去挤压他 或者是把他 追下来 我觉得都是 这些新人们要 面对到的压力 当然做音乐 是不要有压力 比较好啦 但是因为 你做音乐 如果你是要 要以这个为职业 当然就是要让人家 听得进去嘛 要让听众 粉丝们要买单 歌迷要喜欢 要买你的东西 花钱 买你的音乐 欣赏你的音乐 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蛮喜欢听一些 就是听新歌啦 我是很喜欢听新歌的人 当然 以前的音乐 还是有他经典的地位存在 所以 我觉得喜欢听音乐的人 你们 应该说 喜欢听音乐的人 基本上都有自己一个 音乐的脉络 派别 就是我最爱摇滚 所以从什么 以前六年代 七零年代 西洋 或者是华语 的 这些摇滚 我都听 还是 就是蛮多 这样子喜欢音乐的人 所以 我自己是 比较偏向于 听新歌的 这一派 就是只要是新歌 我基本上都听 只要是我没有听过的歌 最近出来的 我基本上都会去听 那就很容易 听得到一些新的元素 就是哇 还可以这样子唱 哇 音乐还可以这样做 哇 这个编曲 这样子 就是会很多很惊奇 因为 推陈出新的东西 大家都是绞尽脑汁 在创作 在 就是 要分享 自己的音乐 所以其实那个 能量是 很庞大的 就是 你很难想象 音乐还可以走到 这个 这个阶段 它明明就是几个音符 Dore mi fa solashito 这样子 没有到 都到都嘛 对不对 它其实就是音符 堆叠出来的东西 但是 变化却有这么多 是很 很值得大家去研究 如果喜欢听音乐的话 喜欢听这种流行乐 好 没错 所以呢 我就每次都会讲到 很偏题的地方去 这就是今天两首啦 两首我很喜欢的歌曲 在这 一个多礼拜 我听比较 比较多的歌 那还有一首歌 我大概跟大家分享 就是 统整一下 第一首歌叫做 肖静腾的 不完美的我 那第二首歌是 后站人的 下个早安 这样 那我最近还有听到一首歌 是 西洋歌曲 它好像是 18年 18年 17年出的歌 叫做 2002 叫做2002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我忘记那个女生 叫什么名字了 很好听这一首歌 真的是很好听 我查一下 2002 我最近一直在背 她的歌词 因为 真的是很酷 这首歌 她其实蛮红的 因为她在 两年前 所以是19年 19年 她其实蛮红的 因为她在YouTube上面的 她那边演唱的超级好听 超级厉害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查一下 2002这首歌 好 那 节目的最后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就是 因为这 最近快过年了嘛 对不对 楚信就是 整个过年的 大节要到了 我很喜欢跟我爸妈聊天啊 就是他们 我就跟他们聊天是 认识以前 最 最好的管道 就是认识以前的社会 然后认识以前的 台湾的环境 最好的一个管道 因为他们就是从那个 环境下长大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人 然后 因为快过年的关系 我最近就有一个 其实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 长大之后就想说 为什么 除夕夜跟初一 就是妈妈 我们的母亲们 都要跟着家人一起到 就是爸爸的 爸爸的 他们叫什么 婆家 就是奶奶家 或是爷爷家 吃年夜饭啊 然后过 除夕年这样子 那为什么 他们 妈妈们要到初二 才能回娘家 就是 我 这 长大之后 比较不解的一个问题 在这边 然后那天 我就跟他们 聊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带着 想要理解的心情去的 但是因为 你知道还是会有一些年纪上 就是 年代上的差距啊 他们可能觉得 哇 就是他们从小就是这样子过的啊 那 这个问题有什么 这个话题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好需要探讨的 后来我聊聊聊聊 才知道 哇 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观念 大概是阿嬷那个年代 只要是嫁出去的女儿啊 如果在除夕或是除夕 回娘家的话 是会替娘家待遂的 就是会有不好的运气 所以如果你今年 就以前啊 现在当然应该是 这种观念应该很少了 除非是还是很传统的家庭之外 现在应该 女生应该都还是在除夕或是除夕 都可以回娘家串个门子啊 那些是OK的 实在以前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如果你在这两天回来 那如果你的娘家发生了什么样 就在这一年内 发生了什么样子 不好的事情 比较衰的事情 他就可以怪到这个女儿上 你看为什么你除夕除夕要回来 就知道你不要回来 待衰吧 这样子 所以哇 就是以前 很久以前的这个观念是这样 然后后来 因为我真的是太 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女生也太衰了吧 就是为什么可以冠上这种 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这种罪名 就为什么是女生害的 他想要回家还不行 然后后来我们就聊聊聊 因为前面 前面其实我很想要了解 可是我爸就 开始有一点 就是严肃起来 就说这就像这样子啊 然后就说那 因为我还有一个姐姐嘛 我说那如果姐姐想要 除夕初一的时候 如果他那时候已经嫁人了 然后他除夕初一 很想要回家 看看你们两老这样子 或者是带个礼物啊 回来 你会让他回来吗 然后我爸就说 不会 我说哇 但是我妈是会的 我妈觉得还要用美茶 对 我爸是说不会的 她是说不行的 出二再回来就好了 然后我就说 哇 后来我们就又继续聊 因为我想说太不可思议了 居然不让姐姐回来 然后就说 那为什么 后来就聊聊 因为其实在整个习俗 因为你看现在 现在这个年代的人 也有很多 不会就是 应该说老一辈的人 没有真的很根深蒂固的传承 下来这些观念的话 这些观念是会 慢慢慢慢消失不见的 所以有些观念就是 或是有些习俗 就真的到现在比较没有 真的要在很传统 很传统的大家庭 才会出现的 就是初一 其实初一是舅舅要到 舅舅 要怎么讲 舅舅是妈妈的哥哥或弟弟嘛 都对 所以初一的时候 这些舅舅们 就是我们的妈妈的哥哥或弟弟们 要到我们家 也就是妈妈现在的这个家庭里面 跟这个家庭的人说 或是跟 算是走村啦 到妈妈的婆家里面 去跟婆家的人说 初二明天我们要来接 那个你们的媳妇回娘家 所以初一的时候是 妈妈的哥哥们 要到妈妈的婆家 去走村去拜年 然后跟婆家的人说 明天初二 你们的媳妇 也就是我的妹妹或姐姐 明天要回娘家 这个样子 所以在初一的时候 婆家也是很忙的 因为我们除夕的话 不是 婆婆 婆家 对对对 就是除夕初一的时候 都是在 那个爸爸那边是很忙的 因为你初一还要接待 妈妈的哥哥们 弟弟们来这边 告诉他们 明天要回去娘家拜年 这样子 所以 这些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但是现在基本上我已经没有 我已经从小到大 我都不知道初一有这样子的习俗 可是我后来问到我爸爸那边 因为我爸那边的 就是奶奶那边的家庭 其实是蛮大家庭 而且也算是蛮传统的 所以他就说 以前小时候不是都 除夕就是回奶奶 就是奶奶家那边嘛 就是回老家 然后其实初一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亲戚朋友们都会到那边走村 那其实就是咕咕 因为我是回爸爸那边嘛 所以就是咕咕 我更想台湾这种 辈分实在是 你要好好的去理解 真的有时候很困难 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些 我不知道的男生的长辈们都会来 那就是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 像是舅舅啊那些什么的 会来那边走村 跟他说 啊你们明天这些 我若回家应该叫啊嗯啦 那些媳妇们 就是我爸爸那边大家庭的媳妇们 对我来讲应该就是啊嗯 所以应该是啊嗯的哥哥弟弟们 初一的时候会来 对 然后跟他说 媳妇们明天要回娘家这样子 所以哇很酷吧 就是我很爱跟我爸妈聊这些 哇你们以前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跟现在都不一样不一样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 其实我觉得这个习俗应该会越来越淡掉啦 就是现在应该很多 你看像不一定什么道教佛教的啊 都还是最大宗吧 但是有很多像是基督教啊 他们应该就不太会有这样子的观念 习俗在 还是这不关宗教啊 这就是中华文化 I don't know 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啦 如果你们也跟我有一样的困惑的话 我不知道问我 我们家两老讲的对不对 你们可以回去求证一下 就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求证一下 除夕除一跟除二 这个妈妈不能回娘家 除二才能回娘家 这个习俗 是不是也是跟我爸妈 经历过的一样 说不定有很多个版本我不知道啊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最近因为快过年了 就是聊到蛮可爱的一个事情 但我还是觉得以前女生真的很可怜 过年回家还要被骂 就是带水 真的是很可怜 还有结婚啊 结婚好像 好像迎娶还是什么啊 是迎娶还是忘记了耶 结婚前是不是有一个迎娶的阶段 那个时候的姑姑跟嫂嫂们也不能参与啊 因为姑姑嫂嫂们如果参与那个营学阶段的话 好像也是 姑好像就是什么孤单吧 会让新人们孤单 嫂就是好像会被嫂地出门 就是不会有听过这样子的习俗 也真的很酷啦 但就是跟女生有关 我真的觉得很 真的是性别 性别歧视 就对我们现在 就是性一辈的年轻人来讲 是蛮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但是对他们以前真的是 习以为常 我爸真的是到最后就觉得 这个就是这样子啊 你到底有什么讲不听啊 就是他 他其实没有生气啊 但是他会觉得我 怎么会不懂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们小时候根深蒂固的 这种观念跟习俗 我觉得很有趣跟他们聊天 都会知道很多以前的事情 然后知道很多 以前社会上的文化差异 跟现在的差异这样 好了 跟你们闲聊到这边就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应该下次之后就是过年之后 我想要好好的过一个年 就是好好大放松一下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